所以今天可能要用这样子的方法 大家来做蒙山超无度 看到任何一个轨道的这种苦 我们生起了自己一个出离心 我更不要起这个不好的嫉妒贪欲 去做这个恶业 然后呢我要发一个善愿 用这样子的一个轨道 能够离苦而招请它 而打破它在被困境在这种地底下的苦 然后又施甘露水给它 或布施药供给它 就每一种众生 你对它招请观想 那这样呢 它更圆满 接下来请收看 妙香佛婆 彩云南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说远古的大理是一片汪洋 人们都在山上住着 洪水褪去后 人们寻着两只仙鹤的指引 才得以进入到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小桥流水的田径 壮阔雪山的圣洁 深渊峡谷的险棋 绽放在云南辽阔的大地 这片祥云缭绕的瑰宝 也反射着佛教历史上 灿亮的时期 现在已成为观光重镇 人烟沸腾的丽江古城 砸踏交织的足迹 并没有掩盖住指云寺 佛守指云成净土的法语分城 雪云老和尚 与吉竹山的临山仪会 人在彩云间 爱爱放光 2014年7月 海涛法师带领来自台湾 新加坡 以及大陆各地的佛弟子 探访着吉祥瑞之器 和佛教史迹的圣地 大众满怀欢喜地 在群山峻岭间 领略祖师大德们 曾以行云流水般的足迹 所滋养的大地 在群山峻岭上 优优道ph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了天童放牧的羊群 古塔绕烟雨 荆棘明远乡 姬竹山和中国佛教四大名山齐名 又有中国第五大名山的美誉 季族山相传是苦行第一大家赦尊者入定的圣地 千年的佛教文化遗迹 是朝圣者一定要先去朝拜的佛国圣地 季族山的山势 北西北而面东南 陈列三峰后托衣领 行入季族 所以得到姬族山之名 7月由海淘法师领终的云南朝圣行程 到达昆明后 便先到滇池仿生水族 往生静佛 往生静佛 春月再来 春月再来 五度重生 五度重生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隔日一早 随即驱车前往位于丙川的中国佛教圣地 吉祖山 耶 春大的 阿弥陀佛 吉祖谐音 吉元触发 吉元族 是新云老和尚 入世慈航普渡众生的第一个道场 吉祖山下的祝圣寺 便是新云老和尚 祝圣寺创建于明朝 在新云老和尚住持期间 曾是吉祖山规模最大的丛林稻场 一世爱 祝一世 체성 你 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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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您比较 古葡的祝聖寺充滿了歲月的痕跡 走進祝聖寺的大門 首先看到的是月牙形的仿生池 仿生池之間有一座八角亭 寓意八正道 錶法按八正道修行 就能從此按到彼岸 八角亭陣隊的罩壁上 會有吉祖山全景圖 從中可領略佛教聖地吉祖山寺安的全貌 由夏朝上走過八角亭 旁邊的大師為雲儀石 相傳 當年修建祝聖寺開挖放生池時 見此時不可動 幸運大師對著石頭開示 石頭不可思議的移動到現在的位置 經過雲儀石 經過雲儀石 針對的就是兩棵高大的柳山樹和天王殿 柳山樹是幸運老和尚親手種植 藏經樓下的羽花台 曾是寺院的獎金說法處 傳說 當年修運大師在此獎金時 周圍所在的彈花 彈花不是只開一線 而是今月不敗 現今在祝聖寺後方 還有一座供養著殉老和尚設立的石塔 responsible for doing good job 細小靈之為 取得更好的 它是小靈的 也許根空iqu 是奉鑑的 平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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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費時一天時間 從山下開始攀爬時階的艱辛 已是非常便捷的一行道 雞足山 海拔 海拔最高的寺院是金頂寺 位於雞足山 竹峰 天竹峰頂 寺內內岩塔 是西元一九二九年所興建 看到了 看到了 大眾在夜色降臨前 到達金頂 昔日余暉灑落大地一片燦燃 天地間 點燃透著晨亮的霞光 海淘法師 又繞著山頂那岩塔 願世間諸吉祥事 無故成半 一切所願皆得滿足 金順拜祭祖祖 ない識者 fout 十字元三四ina 安静左方 一切成長 揀並相 För paraly媽虛 一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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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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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见于明朝 几经翻修 应有同住经殿而得名 大雄宝殿里 供奉着释迦摩尼佛像 不像两侧分别素有阿难尊者 加射尊者 达摩祖师 六臂互把王像 在经顶的早课结束后 大众随机到大殿外 由海淘法师带领进行烟贡 药贡 当然下识中心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第二道重真 我们一定要做分量 如果有人拿着一千块用你的名字去做好事 你会不会感动啊 特别那些没有福报的二回到 那就过去没有故事啊 所以佛经说 如果你拿一杯水 为孤狠野鬼供养伤宝 就可以让八万四千个孤狠野鬼胜天 因为伤宝的功德力 所以我们特别要以这样的心态 来替所有第一道恶鬼道出生道 可怜的没有福报的众生 供养伤宝 所以不但供养伤宝 然后呢继续我们要念的就是夏斯文野鬼 将这些食物化成甘露 因为大部分的孤狠野鬼 他们是吸味道的 所以我们请佛菩萨 请佛神加持化为甘露 然后呢我让他们吸一下 至少离开饥渴 以后的孤狠野鬼 寿命最短一百七十万年 没得吃 所以我想世界各地都有很多 那底部分特别在我们国教里面 我们国教里面了解这个 不要褚数六道众生 所以会为他们做夏斯 不当如此 更要回向我们的世界家 冤亲在主 地在祖先 作胎有产胎儿 这些都是我们要回向的 有些直接布施给他们 所以来 现在大家多念 南无常族十方国 南无常族十方达 南无常族十方生 南无常族十方生 南无本师释迦门国 南无本师释迦门国 南无药师如来 我们今天也会布施药 因为那些孤魂野鬼 如果他在生 在生病 一直说 他一辈子都在生病 所以我们要布施这个药 去除他的病 如果我们的祖先 他身上有病 没有去除 就已经讲到子孙 所以祖先得到什么病 子孙一代一代 也会有这个病 所以我们这下也会布施药 给那些所谓有病苦者 那当然布施药 你也可以健康 南无安御的佛 南无安御的佛 南无不动如来 南无不动如来 南无大非观世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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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云地道王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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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沙 我和沙 一心鼎鼎 一心鼎鼎 大家设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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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生身中 直至不提我归一 以我布施等功德 为力众生愿成佛 愿诸有情俱乐极乐因 愿诸有情临苦仅苦因 愿有情不离无谷之乐 愿有情临倾诉惜平坦 浓密烟雾中的甘露法石 与缥缈的山栏连成一气 萦绕在翠绿的层层山栏中 仿若观音菩萨柔软的手 轻轻抚过大地 所行之处的每一个生命 都得到法力不可思议的润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弘扬佛法立众生 不论昼月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 弘扬佛法 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 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 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布施 超度 施食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发挥慈悲 抢救生命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心法语 大人 新年 慈心迎新年 愿所有人都能为新的开始 而由崭新的心情修学佛法 以善心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愿所有人都能以关爱和敬重来对待彼此 和谐地一起迈入新的一年 3. 演过去所有 与我有缘之众生 获得永恒的喜乐与真正的平静 在新的一年启动修行工程 1. 所谓佛法的修行 以及以善的习惯来取代恶的习气 1. 所谓佛法的习惯来取代恶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去除不善的情绪和烦恼 培养能带来善业的习惯 并融入新世成为个性 1. 所谓佛法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1. 所谓佛法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2. 以羞耻来转化性格 2. 这需要耐心、恶心 3. 首先 解释自己容易察觉的缺点 去转变种种 具伤害性的恶习 3. 所谓佛法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3. 所谓佛法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除旧悟心的首要目标 改变自新就能改变性格 改变性格就能改变人生 1. 所谓佛法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2. 所谓佛法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世界和平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1. 真正带给世界和平的习惯 就是祈求整个地球的人们 具有真诚和无私 1. 最后来取代恶旅 1. 所谓佛法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2. 所谓佛法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1. 所谓佛法的习惯来取代恶旅 二 透过每个人愿意诚心待人 无私奉献 那么才有可能 为世界带来和平 为终身带来幸福 考核自己今年修行成果 一 已经到了年底 利用一天的时间 静下来整理自己的心 对自己做个年度修行总清点 二 检讨一下 这一年自己在闪心 善行上做了多少 有没有法喜或是不足 检验自己是否修行进步 是否越来越快乐 三 成功的修行 会渐渐不断地升起法喜 然后 以法喜 来灌溉自己 让生命像花一样 盛开 芬芳四溢 三 二 芬芳四溢 爱 珍爱钻石里找不到一点排斥杂质 一 珍爱钻石是由帮助、给予、开放、不离、不弃等物质组成 里面没有控制、占有、排斥、放弃等杂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 这样的珍爱不会受环境因素起变化 它和执着也不会混淆不亲 什么是最可怕的传染病? 一 这世上持续不断地发生各种痛苦 有来自大自然以及疾病、战争种种伤害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是众生业力所引起 但是这恶果却因人们的漠不关心 又把伤害带给更多人 就像到处散播、蔓延的致命传染病 使得痛苦犹如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所以说关闭慈悲的漠不关心 才是这世上最可怕的传染病 每天都要写善念之记 一 留意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行动念 尽可能去恶深善 并感念别人对我们的恩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我们要常常鼓励自己做善事 珍惜一切终身 然后用日记记录下来 就可以知道 最美好的人生是付出 最甜蜜的回忆是善行 终身 当修行者体会自己与众生不断地遭受轮回苦 进而了解到一切有情与己有恩时 对众生就会格外关爱 经过无数次休息菩提心 渐渐开展自己细于友情的心念心量 若是认得成就 就会如同珍惜自己般需爱护其他众生 3. 此时行者就会觉得自己受苦也不在乎 一切物质快乐幸福都可以奉献给众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世上最大的恩惠是来自赏失父母 我们自然地希望消除他们的病苦 增长他们的寿命 这念恩报恩是爱的表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 但是消除病苦 增长寿命最好的方式 就是吃素回向 然而一天一星期一个月是不够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以的话 要为我们所关爱的父母 师长 甚至是一切终生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玉哥 教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需要留言 说pora emperor dev 转棋 发愿之后 就要好好的持守 淮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 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 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智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济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贵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顾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所以我想护身的功德特别大 所以刚才说到这件响响 各位稍等一 一个人买几宝回去好不好 为了救那台动物 因为观音的家护身盐区 我说如果他们有宣传单 最好发给各位 他们做了食食箱 做了药箱 但是所做一切都是为了 如果有点利润 要来救这台 人的护身盐区 六个护身盐区 顺便报告一个好的消息 今天我们又在观田 成立一个新的救狗盐区 因为我这位菩萨 他是那台船长 他过去吃鸡 但是那边空十几年了 要做人吃骨 他都说叫做吃肉骨 都是那个小公牛 吃一两年就拿去台 所以是跟他有的里面 他没有活动空间 就吃好大吃 后来他 他们女儿不见得好 就叫他不要 不要再养了 所以闲置很久 所以最近跟我们联络 所以那边我们去看了结果 起鸡刚刚好 还没去插到家庭 家庭的家庭 家庭的家庭有的都很好 而且他说起鸡更适合 因为他们附近有一个水库 排放废水不好 但是一个原则 各位你们不要听我这样说 你们家庭上来 我们讲的是 这个区域 只要叫那种 安置所 要让安乐死 纯七天那种 那个这样才有功德 你千万不要说 现在我一提 有几个菩萨 阿淑我那边太多吃 拿一些去 我说不要 那已经叫得到 所以你们家庭景比较差 但是这就叫教不死了 但是那个即将被安乐死了 真可怜 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个 你们去认养 认养安乐死的 然后认养来 就可以送到那边去 但是我们要看看 是不是认养来 不然你要走 那些狗在那里靠 那是你的家庭 你拿来这边 你等于舍弃众生 哪里是保护呢 所以确实有很多人这样 没得到钱就送过来 还送了一些钱来 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狗满为患 已经够满了 没得到 然后我们今天 我们又在嘉义成立了一个 念一下 慈悲狐 动物超度延区 专门在一串堡 动物的 慈悲狐 所以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狐 然后我们嘉义宗师姐把它买下来 现在放很多 要开始放佛像 但是那边最主要就是要帮助动物超度 所以买了很多动物的形象 骨啊 大只的 牛啊 鸡啊 各种 然后将来要给它涂成金色了 变成骨形就对了 给它开光 然后那些牛魂就跟着它 猪魂跟着它 这是我们的想法 然后那边呢 就尽量的每天事实 大家轮流功德回向 只要我们不管哪里的法会 都一直回向那个地方 我想一定有很多动物死亡了 然后至少我们把消息拨出去 就像蝶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一开始成立没什么知名度 现在有知名度 哦 堕胎都不够了 因为这些孤魂啊 这些堕胎胎儿啊 那边有玩具啊 有食物啊 最主要是有慈悲心啊 他偶尔跟妈妈在一起 然后也希望他都去那边 所以这些动物被杀了 我们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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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去采齐了 你就会跟那些台式的动物说 你到嘉义慈悲虎 呼声言去 这样 跟他说 这些动物知道了 那这些动物知道了 那些动物知道了 那叫做土地公的这里 就是把他们抓去 所以人来死就土地公来抓了 这个意思 那动物也死 也有动物的守护神 来引导他们去那边 那接下来的工作呢 就是大家努力了 所以我这样讲 也希望各位在家里诵经 或者那里参加法会 顺便给他挥虎 因为这是大家的事情 那那个场地不错 然后也够大 后面有个大树林很大 然后水很清 那如果让那些被屠杀的动物 先有一个安顿的地方 所以要那边有众生意愿啊 食物啊 各种的佛像啊 然后希望能够 对这些被屠杀的动物亡灵 有一个安顿的地方 所以各位各位 再描这边来 加益慈悲湖 加益慈悲湖 动物超度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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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把它记起来就好了 渍皮鹅渍皮鹅 渍皮鹅 所以你会向他平去 那边有树林 泡湖水 每天做各种甘露事实 各位 你们要去那里盗狗 我们的豆腐说得不良 你去那里盗狗 每天跟董物念经 所以帮助它 甚至有很多家里的狗死亡 我们现在也要建立一个网络 你们家的狗死去了 叫做阿妙 叫做阿咪 名字给我们 我们也放在那边 除了你自己超度 也让他们有个安顿的地方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下来明镜需要您的支持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见酒 cri 吃点 烧炉 jako菜分填 7000 排比赖 来来吃大家11中选 Musu 在 kw Dig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为父母祖先六道友情供养三宝 佛陀说你在这个世间布施百千万亿美金盖医院盖入 福报很大 但不如在佛前供一朵花的功德 因为佛陀是什么 无上福田 所以各位在家里无论如何 多供养都供养 哪怕一只香一杯水都要供养 如果站在菩萨界 超过二十四小时不供养三宝 犯菩萨侵戒 因为你等于对三宝没信心了 所以各位家里爸爸妈妈在家里 你不可能不请他吃饭了 这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供养三宝 但是佛陀又说了 你把世间所有的佛像都盖成黄金珠宝做的 功德很大 三大阿神奇节不断地用黄金珠宝供养三宝 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所以世间百千万亿布施 不如佛前供一朵花 但是三大阿神奇节供养所有三宝 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所以各位持戒很重要 不杀神不偷盗不邪影 但是你持了圆满的戒律 还不如忍入一分钟的功德 所以各位不要生气 你一定要修忍入 你才会有福报 所以简单的说 布施 持戒 忍入 是所有福报的根源 这三个都要做 你不要听我说 那持戒就好了 我不要布施 不是那个意思 你必须要一步一步做 从世间的布施 世间的孝顺 到了佛法的布施 然后进一步持戒 进一步修忍入 但是佛陀又说了 慈悲的功德 超过所有波罗命的功德 佛法的实践就是慈悲 只想了对方 所以我们现在 做布施的时候 各位要想到